甄嬛传中嫔妃众多为何怀孕的没几个 明明是同一批秀女为何复查贵人保不住孩子 而一入宫就装病必宠的甄嬛却接连生亡 这期咱们就来唠唠甄嬛为什么能保住孩子 第一点甄嬛才情过人恩宠不断 自从甄嬛和皇上在秋千价前谈论诗话后 皇上就对甄嬛那张纯元同款脸欲罢不能 虽说后宫嫔妃众多 但长得和纯元相像的没有 而和纯元相像又和纯元一样有才的更是没有 好不容易逮着一个了 皇上肯定不会放过 所以甄嬛病好之后 皇上不仅准备了汤全玉 还特赐了甄嬛宫中独有的交房恩宠 老时期是孝顺 但见了他 难免又会想起先帝在的时候 他亲额娘淑妃 专宠六宫 仲妃愿度的事 心里就会不痛快 可见皇上对甄嬛确实算是偏爱了 这也间接的说明了甄嬛独得语录 自然怀孕的机会就比其他嫔妃大多了 第二点 甄嬛机智过人 兵行显招 自从甄嬛怀了第一胎 在易坤宫外跪没了后 甄嬛天天以泪洗面 想念他那无福的孩子 在这个过程中甄嬛逐渐看清了局势 他清楚如果年羹摇不倒 华妃便永远不倒 如果皇后不想留的孩子便很难留下 所以当甄嬛怀第二胎时 他显得格外谨慎 由于这时的甄嬛因故意事件失了恩宠 甄嬛十分清楚 如今他不仅势单力薄 就连宫外的家族也有可能受到牵连 所以甄嬛思来想去 只能求皇后保胎 我要留心这孩子 凭我一己之力必然不够 皇后如此设计陷害我 必定十分厌恶我 必然也会厌恶我腹中的孩子 我要他一应照顾我怀孕生产之事 若有任何差值 他首当其冲脱不了干系 这样一来 宫中人人都知 皇后在保胎 皇后作为打胎队长 即使他蠢蠢欲动 被甄嬛抬到保胎人的位置 他也不敢动手 连皇后都不敢动手 就更别说其他人了 如果哪天甄嬛腹中的胎儿 出了什么问题 那么皇后作为保胎人 一定会彻查 毕竟甄嬛这一胎 连太后都出动警告了 听皇帝说 婉嫔希望你来保他这一胎 可见甄嬛兵行险招 这一步走对了 有了皇后和太后的保胎 甄嬛顺利生子 第三点 甄嬛心细如发 队友强大 甄嬛生下龙月的同时 也对皇上彻底死心 于是甄嬛自请出宫 想往甘露寺修行 这期间甄嬛和果郡王 互表忠行陷入爱河 你浓我浓的过程中 甄嬛很快怀孕 因为是宫外孕 所以打胎队长并不知情 直到甄嬛得知果郡王 死在出差的路上 心灰意冷的甄嬛 打算以死相随被制止后 甄嬛决定给腹中的胎儿 谋一个北京户口 欣喜如发的甄嬛 为了名正言顺 便依靠他强有力的助手 警息暗中推波 奴婢与苏培圣是同乡 奴婢刚入宫时 苏培圣对奴婢 也是颇为照顾的 而且入宫这么多年 苏培圣对奴婢 也并非无意 奴婢愿意尽力一事 谋划好回宫的路后 锦西又去找苏培圣 原本苏培圣 终情锦西已久 因此当苏培圣 听到要为甄嬛谋路时 苏培圣为了能和锦西在一起 爽快答应 长蒙娘娘昔日对奴才的关爱 这件事奴才必当尽力 就这样 通过锦西和苏培圣 甄嬛再度祸宠 然而祸宠还只是第一步 最重要的是 必须要让皇上相信 甄嬛怀的是他的孩子 甄嬛为了走上 他的扭过路黑化之路 很快甄嬛找来了 他最靠谱的备胎 温时初 至此 甄嬛父母中的胎儿 成功由原来的两个月份 变成一个月份 原本甄嬛在宫外 已经度过了危险计 再加上甄嬛自从甘露寺回宫后 皇上对甄嬛心怀愧疚 百般补偿 皇后这个打胎队长 就算想动手也难了 更何况甄嬛在甘露寺考研独博 再次回宫的甄嬛心细如法 即便有不怕死的嫔妃送上鹅卵石 也被甄嬛利用白莲人设顺利破解 臣妾只是觉得自己命数不好 虽然承蒙皇上垂埃 能够再度侍奉再测 可只怕 臣妾终究没有这个福气 能保住这个孩子 胡说 咱们的孩子是最有福气的孩子 怎么会保不住 至此皇上格外注意甄嬛腹中的胎儿 其他人只能眼巴巴看着甄嬛再次生子 第四点 甄嬛实力强大 旁人避之不及 自从甄嬛顺利生下龙凤胎后 皇上便对甄嬛越来越宠爱 不仅生了甄嬛的慰问 还让她协理六宫 甄嬛越得意的同时 皇后就越败落 此时的皇后只剩一个打胎队长的空名 打胎小分队的成员接二连三下线 让皇后这个光感司令一夜之间白了头 哪怕这时甄嬛独得恩宠再度怀孕 皇后不仅不敢动 而且还避之不及 永兽公一直想意图对本宫不利 这样的是非之地 本宫根本就不想踏入 偏偏甄嬛清楚 她腹中的胎儿保不住 所以甄嬛要借腹中的胎儿碰瓷皇后 目的便是拉皇后下位 对于甄嬛这个冤家 皇后本着能躲则躲 却不料甄嬛认定了皇后非喊她前来 这平安符和符带都是吉祥之物 能够祈祷臣妾腹中的孩子平安康健 只是要劳烦皇后娘娘和两位姐姐 与臣妾一同把这平安符放进符带 悬挂在臣妾床头 表面上甄嬛是请皇后帮忙为她祈福 实际上甄嬛已经想好了怎么整皇后 所以甄嬛在进入寝宫祈福前 还特意喝了碗名为安胎药 实则打胎药 皇后此时只想着赶紧挂好符带赶紧走 不料甄嬛一把抓住皇后的手倒了下去 不出意外甄嬛再次消产了 换作以前皇后这个打胎队长高兴坏了 可如今的皇后出了害怕还是害怕 皇后最终担心甄嬛诬陷她的事始终来了 于是皇后满脸诚恳的和皇上解释 这时的皇上虽然很痛心甄嬛再度失子 但皇上心中还是很疑惑 就算皇后再傻也不会在这种情况下动手 因此场面一度陷入尴尬的境地 直到龙月开始飙戏才把局面解决 至此甄嬛碰瓷成功皇后彻底败露 可见在后宫之中顺利生娃实在太难 像甄嬛这样独得恩宠的亦是难得 更别说甄嬛除了本身心系谨慎之外 还有一波强有力的外挂